陳欣賢這日現身九龍灣 出席他聲演的卡通電影首映禮 這次是Shirley第一次做配音員 他說最大的挑戰竟然不是在於聲音 而是要控制好手手腳腳 沒想過自己可以配音配到卡通片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平時很喜歡扮一些古靈精怪的聲音 其實我不知為何很肉緊 看到那些對白 可能平時習慣做戲會手舞觸到 可能跟著對白就動了 一動就會撞到麥克風 或者撞到有聲音 就收不到 所以就要NG了 我想可以控制一下我的手手腳腳 不要那麼肉緊 最好就綁住 只是動口說就行了 這個聲演和真正拍戲那些 你覺得哪些難度較高? 我覺得聲演難度較高 因為拍戲其實可以借助很多東西 去表達你的情緒 可以有道具 有眼神 有表情 但是聲演只是靠聲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專業的工種 今天來捧場的有張敬仁和拍天男 其中張敬仁不止來看電影這麼簡單 而是趁機為接下來的拍攝做準備 我自己其實這次是要來偷師的 因為我接下來有個劇 是要做幼稚園的老師 所以我就要經常跟小朋友玩 我就說這次對 我跟導演說這次來這裡 就是來跟多些小朋友一齊看鏡片 拍戲對動物和小朋友最難玩 就是自己會有壓力嗎? 有壓力 因為我知道這次不是一個兩個小朋友 是一群的小朋友 所以因為做幼稚園老師就是一個對著好幾個 所以我就想不知道要拍多少日 我覺得對著這麼多小朋友 要哄他們開心才可以拍到戲 沒錯 其實你都不用記這麼多對白 最重要是保持整個氣氛是開心的 這樣就可以了 而拍天男最近教小公開露面 不過就經常在網上分享生活點滴 還不時大方騷擾 這些一定要保持健康 我覺得給觀眾也好 電影也好 角色也好 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所以一有機會就粗多些 吃多些健康的東西 最佳狀態迎接每個挑戰 Adam又說他過往拍的戲比較沉重 希望未來都有機會自拍一些 和小朋友合作的有趣作品